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的是 period night 要找一个 period night的屋子 但是我又不要搬家 因为住得太舒服了 因为环境、MRT、吃的东西都是ok、很好 不想搬 如果想搬又很贵 现在房子很贵 对 但是你要忘嘛 就要搬嘛 这不是大家讲的嘛 但是太贵了 然后来就是说装修 第二个方法是装修 装修也不便宜 装修的时候我要去哪里住 又是要用钱 所以MASTER有什么方法? 我不需要搬家 我不需要装修 但是我还要忘这个九韵的20年 可以帮帮我吗? 可以 怎么要做呢? 其实风水有很多门派 但是每个门派都有它的厉害 它的本领 所以呢 刚才你说的就是一个门派 那Flying Star就是讲九韵是一个悬空飞行 就是讲每20年你会有更换的那个磁场 对吗? 那我们之前的也讲了 那我们呢要找好的风水屋就要搬家 不然的话你就要装修 那你就要再叫开天窗 就是屋顶要开一个洞 怎么开一个洞 然后给它晒气天气 就是要装修的太阳,月亮跟水 然后你就换气 哦,这个是一个门派 yes 然后装修 那当然现在就是要换炉啦 对吗? 然后要换门啦 换你的house 就是要装修 刚刚换了,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 OK 它是一个门派 它叫做贵族风水 哇 对,然后这个师傅呢 大家都叫他好像国师之类的 所以有国师 他们也是有地位的人 然后他们只能传给他们自己家人 我算是外人 但是我 accidentally,胡一中就学了 因为我要帮他翻译 所以变成他要教 然后我是亲眼目睹他在帮很多很多人 在改风水 那时候刚好也是在换气的阶段 哦 然后呢,密室风水是不外传 就是它也不会记载 嗯 它是用密室的意思是要口传的 哦 用action来practice给你 就是以前你知道吗 如果以前你要传给你的家族 你会不会写给他 不会 嗯,不会 就是要教功夫这样吗 啊,对 那种武林秘籍 怎么样教 师傅传给你,对不对 不会写的,然后传 然后写的都可能不一样的 哦 所以,我们叫它密室风水 然后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嗯 现在我听了是很不明白 因为讲的时候呢 这个密室风水 它就是记载了所有的一些市政 四大名神的那种风水 你要很厉害 四大名神 好像在 你有听过啦 青龙,白虎,玄虎 朱雀嘛 朱雀嘛,朱雀就是我的那个 四大名神的其中一个密室风水 就可以把你们的那个祖先啦 望他们啦 望我们的下一代嘛 这叫密室风水 嗯 然后是专用在市政风水 也叫做市政风水啊 对啊 哦 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我不要讲嘛 密室风水 直接你帮我摆风水算了 哈哈哈 OKOK,好啦 行动啦 因为密室风水越听越 越不懂的 对,直接 直接 就是你要action 你要行动啦 你去摆放啦 你才明白 直接就好 我就省了 那个装修 好啦 好啦,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好好好,我们现在去 去摆放那个风水 来 九云就是要摧望九亿二 你要升官 要发财 这二十年我们要赚的钱 不是一袋的钱 我们要有三袋钱 每天真正风水 三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